快木小火車福森浩 在輕柔的音樂中 使盡奮起湖車站 即將展開睽違15年的 阿里山全線通行之旅 所以我們也沒有料到會這麼巧 可以看到小火車 而且就是那個 好像是快木箱吧 就覺得很吸引人這樣 從以前保留到現在 然後做這麼好的保存 希望說這條鐵路可以 以後永遠一直存續下來 奮起湖站是阿里山線上 最大的中途車站 直到2009年 莫拉克風災重創臨鐵 奮起湖一度成為終點站 如今小火車終於 再度從奮起湖站起乘 一路抵達駐山站 完成全線通車 過了奮起湖站 沿途林木夾道 在這之前 阿里山線以嘉義站為起點 途經迪緣寮 水射寮等等 直到海拔 1403公尺的奮起湖站 景觀逐漸變幻 在往多林站的路上 窗外已是高聳的溫帶陵 還可遠眺 壯麗清脆的塔山 大家對於阿里山的感情 其實還滿深厚 那麼有一條鐵路 從海拔三十公尺的平地 可以到兩千多公尺的阿里山 把它這樣串聯在一起 所以其實是很多人喜歡這個地方 進入十字路站之後的路段 是阿里山全線修復的最後一段里程碑 因為巴巴封災當年 前方的隧道坍塌嚴重 森林鐵路在豪大雨柔齡下 土石碎落一地 路基流失 鐵軌騰空在水蓋上 甚至有四座隧道整個被掩埋 他進去的那個42隧道 58K的地方 也就是中段55公尺的那個地方 就崩塌一個40公尺 還有一個15公尺 但是整個是崩塌下來沒錯 那上方還殘有的 10萬地方的德圖石 摩拉克颱風的好大雨 造成阿里山鐵路至少290處損壞 其中42號隧道的工程最為艱難 耗費6年整修之後 原本2015年就要完工 卻又在通車前夕 碰上杜鵌牆台 再度將隧道壓回 大大小小石塊不斷從山上掉了下來 三鐵58公里為通車路段 發現大崩塌邊波眼塊裸露破碎 看起來相當驚險 舊工程當然很困難 第一個因為根本沒有附地 所有的機具跟車輛 所有的材料都進不去 因為它沒有公路只能靠鐵路 可是整個 所以後來我們把鐵軌 四個從42到46號中間的 這個軌道全部拆除 開 為了避免擾動舊隧道上方 十萬立方的土石 決定新闢隧道 十五年後 人們乘坐小火車 在十字路站之後 將會見到新開通的隧道旁邊 就是原先坍塌的隧道舊址 我們要減少擾動 所以新開一條42隧道 長度是1106公尺 但是最後會跟舊的43號隧道 結合在一起 43號的100 所以他們42加43 就變成一個隧道1206公尺 變成整個 在阿里山鐵路第二場的隧道 十字路站之後 經過隧道便是著名的枝字型鐵道 從屏著那車站到阿里山車站 以折返爬升的方式 登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火車緩緩行駛 在駕駛艙前方 一刻見到兩條交叉的軌道 列車緩不停止 這時列車長會下車 搬轉轉側器 準備折返上爬 搬轉轉側器 搬轉轉側器之後 我們火車就進行退行的方向 就是進然後叫退 退行的方向之後 遇到第二分道的時候 再來搬轉轉側器 又變成進的方向 然後再來退行的方向 進退各一次 列車再度發動 折返的第一段路 俗稱第一分道 以退行的方式爬升 總共四段分道 列車長回一回都得下車 搬轉轉側器 還得謹慎確認軌道的密合狀態 確保行駛安全 說真的我們列車已經15年 沒有通車了 所以說我們最近近期 在磨合期 還在磨合期 我們也在訓練 所以說這個磨合度的話 我們也跟列車長 跟司機人員 要互相的配合 所以說要每天每天的運轉 每天每天的搭配 阿里山領鐵的軌道 比起平地鐵路較為狹窄 因此駕駛人員 也得手吸操作放慢速度 而行駛中的搖晃感 則成為阿里山縣的專屬體驗 越窄的軌道內 坐在車廂裡面 會感受出搖晃的感覺 如果越寬廣的那個 1067的台鐵 跟1435的標準軌 速度是更快 所以說更平穩 所以說我們阿里山的特色 就是這個搖晃 代表我們的特色 約末半日時光 福森號始向終點站 海拔2451公尺的駐山站 為這趟旅程畫下句點 那我們這條鐵道 說真的有112年 說真的這個是我們世界的第三高 那我們台灣的知名度 也希望能夠打響 那往後的旅客 不管歐美國家 東南亞很多的國家進來的時候 來到台灣的時候 一定都會來避坐我們這條阿里山鐵道 阿里山或者說阿里山小火車 在我們台灣的民眾心中的知名度 是還蠻高的 所以其實從小就知道 有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那也還蠻嚮往的 沿途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風景 真的很值得大家在火車上面 去好好的感受跟體會 歷經兼具工程 總計15年的等待時光 記憶中的阿里山小火車 2024年重新啟航 繼續訴說台灣林業歷史 和軌道文化的點滴故事